据说有个大聪明为了快速拆架 他将五个巨型钢球挂在空中 然后用牛顿柏的原理成功拆掉了邻居家的房子 可放大版的牛顿柏真的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制作五个超大钢球 但在全尺寸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小型测试 因为牛顿柏的实质就是能量传递 当一侧球撞击其他球时 另一侧相应的球也会被弹出 于是他们计划不断增大钢球的体积 以此来测得能量传递的效率 首先他们从最小的模型开始测试 亚当在牛顿柏两侧相同距离上放置了两个木块 然后从木块位置释放一号球 通过测得五号球被弹起的距离 就能得到他们的能量传播效率 而在第一轮测试中他们发现 五号球离木块仅有2%的距离 也就是说能量传递效率达到了98% 随后亚当用更大的钢球重新制作了牛顿柏 并且他的单颗直径为6.3公分 等测量好距离之后 亚当再次释放了一号球 而这次五号球与木板的距离为1厘米 相当于有3%的能量损失 但相比之前的2%差距并不大 为了让数据更加直观 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 并且这次钢球的重量达到了15公斤 已经超过最小钢球的300多倍 可当几米释放了一号球的同时 五号球被弹到了相当高的距离 而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这次的能量传递效率依然超过了94% 显然随着钢球的增大 能量传递的效率会不断变小 但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理论上制造出巨型牛顿板还是有可能的 可如何才能做出超级大的百球呢 经理认为往空心钢球中灌入水泥 就能轻松制作出大百球 于是亚当将5个空心钢球钻开 然后分别朝里面灌入等量的水泥 等它们完全凝固之后 亚当继续开始了测试 可这次钢球如同探索哥一样 两三下就完事 这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吸收了大部分能量 从而导致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 可究竟如何制作钢球才能减少能量损失呢 这时经理再次想到了馊主意 他们将浮标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拼接上8公分厚的硬化钢板 并且里面焊上钢筋支架进行固定 同时往空心部分填充满水泥 这样5个超级大百球就做好了 可单颗重达一吨的钢球真能成功弹起来了 之后他们来到核潜艇维修中心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5个钢球分别被悬挂在钢架上 等他们调整好水平位置之后 亚当拉下了1号球的释放绳索 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来 反而上方的钢架发生了移动 显然大部分能量转移到了钢架上 于是他们将钢架进行固定 同时也把1号球拉到最高位置 以此来获得更大能量 然而当钢球再次被释放时 尽管产生了超过1000千帕的撞击力 但依然没能让5号球摆动起来 考虑到单钢缆结构可能导致着力点发生添移 最终他们改用V型双钢缆再次进行了测试 虽然这次能量传递效率大大增强 可钢球还是没两下就歇菜了 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 巨型钢球的能量传递效率仅仅只有45% 相比桌面牛盾摆的90%多差距太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球体越来越大 各个部分的能量损失很难控制 尽管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